箴言第十三章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泄满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享美福 奸扎人必遭强暴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懒惰人羡慕 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风欲 义人恨恶谎言 恶人有臭名 且致惭愧 行为正直的 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 被邪恶轻负 假作富足的 却一无所有 装作穷乏的 却广有财物 人的资财 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乏人 却听不见 威鹤的话 一人的光明亮 恶人的灯 要熄灭 骄傲 直起争敬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不劳而得之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 必见家增 所盼望的 财神 持言未得 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领导 却是生命术 藐视训言的 自取灭亡 敬畏 借命的 必得 善报 智慧人的 法则 是生命的 泉源 可以使人 离开 死亡的 网络 美好的聪明 使人 蒙恩 奸诈人的 道路 崎岖 难行 凡通达人 都凭 知识 行事 愚昧人 张扬 自己的愚昧 兼饿的 使者 必现在 祸患里 忠信的 使臣 乃依人的 良药 弃绝管教的 必至贫 受辱 领受 责备的 必得 尊荣 所欲的成就 心觉 甘甜 远离恶事 为愚昧人 所赠物 与智慧人 同行的 必得 智慧 和愚昧人 作伴的 必受 亏损 或还 追赶 罪人 义人 必得 善报 善人 给子孙 遗留 产业 罪人 为义人 积存 资财 穷人 耕种 多得 粮食 但因不义 有 消灭的 不忍用 杖 打儿子的 是 恨恶他 疼爱 儿子的 随时 管教 一人 吃得 饱足 恶人 度 富 缺 粮 缺